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年輕人, 究竟有什麼動力 驅使你這個暴雨之下繼續工作? 是愛還是責任? 是即測 年輕人, 想問你有什麼動力 驅使你今天依然來支持音樂 容祖盛 不是問你, 你不是年輕人 今晚只有一個年輕人 19歲的姜濤 還有MIRROR 你好… 他們是年輕人 今晚他們第一次組合的身份 來角逐我最喜愛的獎項 不知道姜B的第一次 會否在今晚在這裡奉獻給大家 我聽同事說 很多人喜歡姜B 因為她是… 還沒什麼 她還是什麼 性經驗越少 越多人支持 今天的標準就是 性經驗越少 越多人支持 Dear Jane Tim 你好 你太大技好 你這個小孩應該也很可愛 Rubberband的6號 6號和Tim 即不是那個阿Tim 你那個阿Tim 結婚一段時間 沒理由結婚這麼久 你都還沒動房 對吧 我這裡鄭仲宣布 Dear Jane和Rubberband 是已經玩完了 OK 剩下的就是Suppa Suppa靠你們了 你們幾句要忍住 知道嗎 最重要就是Sunny 我看你 OK 你為了音樂 為了Suppa 為了支持你的樂迷 為了香港的Band Sound 切就不用切了 我贈你一個字 忍 一拖勢 就永結輪迴 是愛還是責任 造星才要自製 你看江碧怎麼可能處男一生 張敬軒你好 嗨 你需要再多謝嗎 還要 OK 張敬軒絕對是年輕人 在大家心目中一定是年輕人 因為他仍然很年輕 絕對有心有力 是嗎 好嗎 天仔開了一間高級的法國餐廳 來保育一間在香港石果僅存的 巨型錄音室 劫富製貧的羅賓漢 我們見過 有見過打劫自己的羅賓漢嗎 所以如果大家想支持這個羅賓漢 繼續去做好音樂的話 多點去他的法國餐廳 在那裡幫襯 好嗎 那就是支持他 知道嗎 如果去到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吃甚麼不要緊 我介紹給你 因為我很熟悉 法國餐廳 打個餐牌 你看著那些法文 你閉上眼睛 隨便打一件事 無論打什麼都好 接著後面要加一句 麻煩,按鈕 那就是支持他 對吧 然後到吃到中間 多數有些同事會走出來 就會跟朋友說 我們的老闆軒仔想問 你今晚的食物合不合你口味 黃先生 就算不好吃也好 不是我會上網去看那些食品 就算不合你口味也好 你也要跟他說 不太好,但我也要結尾 然後到埋單的時候 打了一張單 看到這麼貴 正當你想跟他說 喂,大哥,打劍嗎 後面你也要叫他安靠 喂,人家 整副身家睡了去保育一個錄音室 那你也應該整副身家 去他的法國餐廳 多點點生蠔,對吧 對吧 這樣才是支持他的 這間法國餐廳挺好的生意 對吧 可以的 對吧 希望你繼續做好你的法國餐廳 然後到我們有機會再去看 軒仔演唱會的時候 大家就不用再叫Anne Call 等到他唱最後一首歌的時候 在紅館那裡對著軒仔叫 喂,開箭了V82 所以一起為音樂乾了它 總之有軒仔在這裡 放心,一定不會倒塌的 然後Juno,你好 你好 Juno今年又製作了一張很經典的作品 一張充滿電影感的史詩式音樂巨著 我看過那個,我不知道是書 一定是音樂曲,一定是音樂曲 一定是音樂曲,一定是音樂曲 即是很多東西加起來 很多東西 裡面那個人物的故事 即是人物的關係 那個複雜程度 我發覺是直逼然欺公糧的 故事的結構之精密 是超越了很多集的 在當這個大型的連鎖音樂店 宣布清盤的同事 舉了一張二百多元的唱片 是一天賣斷市的 這首歌就在香港樂迷很久沒有聽過 Juno告訴大家 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就是即使在嚴寒的環境下 只要有好的故事 一定有人看 大家知道他不窮 但我想問這位年輕人 有甚麼動力驅使你 在你暴雨下工作 是對創作的愛 還是對樂譚的責任 還是一位謝安琪呢 我也想問K 我有看過MV 有人想問 有甚麼動力驅使你 在一個故事裏面 有一個幫你拿衣服去洗的 老公古天樂都不要 寧願選擇一個 曾經在故事裏面 加暴過你的麥進龍 念念不忘 是愛還是責任 導演 好似上帝 踏過MVRK 出容背著貼體 我記得以前在這裏上台得獎的歌手 曾經試過就是 哭著跟大家說 我真的很喜歡唱歌 今天一位候選人 古天樂先生 每次他上台的時候 當觀眾說 唱歌唱歌 你越是叫他唱 他越是不唱的 OK 對嗎 而他最近說 他唯一肯唱的要求 就是他不唱直播 正所謂 個個都拍拖 難道個個都想拍拖 那個個都唱歌 難道個個都想唱歌嗎 但是如果你今晚投票給他 最後他贏了的話 我們都會頒獎給他 沒辦法 因為你最喜愛的 已經投了給 今期流行 所以我很希望 如果古天樂今晚真的能夠勝出的話 不如這樣 從明天開始 派一首新歌 一直派新歌 派對連尾 然後出一張個人唱片 再在紅館舉人具的個人演唱會 有空的話 訂一個天馬藍 做一個免費的音樂會給大家看 Facebook Live 去回饋每一個投你票 喜愛你的樂迷 承擔起一個 《戚冊樂壇》 我最喜愛男歌手的愛 和責任 是愛還是責任 是否喜愛造勢 唱滿首歌 大家都投票做故事 是愛還是責任 在這一個劣勢 無語之中 有種延遲要做一世 是窮啊 都唱到底 是窮啊 是窮啊 只有窮 只要有窮 只要有窮啊 只要有窮啊 是窮啊 送給所有在浮雨下繼續工作的音樂人 送給所有在浮雨下繼續工作的音樂人 谢谢观看